Hello 大家好 當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就知道我又要再玩Minecraft Minecraft的版本已經來到1.19 很多新的元素,一些未知的元素加入了Minecraft 而我也很想探索這個Minecraft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 在新的遊戲中我想設定做極限模式 因為應該是第一次在Minecraft玩這個極限模式 所以我就會選擇極限模式 然後這些就不特別去開 暫時我會定做Season 1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Season 2還是Season 3 但我們先說這個名字 創造了各位 一出生就出生在雪山的地形 基本上就... 都不算太好 我們先關掉一個自動跳躍 一出生就在雪山上面 什麼都... 沒有什麼特別 雪山 我自己印象中雪山有特別的新增 就是有不極孔 那時候其實我已經沒有辦法玩Minecraft 那首先我們先找個... 樹 然後先砍個木 這些樹其實我不太喜歡 因為通常這些樹都是很大棵 我是不是很喜歡那些樹太高 然後我要特意找些方塊 墊高自己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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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他們這棵樹木 是可以... 可以... 去... 他... OK 那第一集其實不外乎也是掘樹 然後呢 其實通常我最快就會馬上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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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升級我們的工具 多掘了一些石頭之後就可以進化我們的石膏 進入這個石器時代 然後再掘這個橙 還有橙和稿 反正都是做了一個斧頭 基本上就整齊了 最重要的那三樣都已經有了 斧頭、稿和橙暫時已經足夠了 好,強化魚工具現在馬上去找這個地洞 礦坑,看看有沒有礦坑在附近 最好找到這個村莊 但是應該... 其實這些雪山位都很難找到礦坑 我覺得 我們沿著山上走,看看會不會有發現 這裡是不是有 這裡沒有 看看山上會不會有 站高一點看看會不會有一些礦坑 好像沒有 嗯... 有梅,我看到 有梅,我看到 對,有梅,我看到 過去掘一些梅 OK,這裡有些梅,可以掘一下梅 這個是一個原版的生存 也沒有設置任何模組 光影等等的模組 所以 這些梅其實是變了樣子 樣子跟以前不同 以前的梅可能只有幾點黑色 但是現在多了很多黑色 這個壺已經結了冰 欸,那裡有個礦洞 有個大礦洞 其實我不太想住在雪山 因為我經常覺得雪山很... 疾機 OK 有甘謝 這些甘謝 我將會在這個極限生存裡 做一個... 做一個叫做... 全自動的一些農場 好了,來到這個小礦洞 這個礦洞... 很痛啊 暫時應該沒有掛著 這些是什麼來的? 嘩,會發光的那些 先弄個火把 可不可以放在手上 我不行 放在手上也不會發光 掛些梅吧 好 OK 然後看看上面會不會有些鐵的東西 欸,有鐵有鐵有鐵 嘩,這個是一個... 好像一個... 一個山洞 這個山洞好像有人住一樣 好漂亮喔 好... 好四四方方的這個地方 你看這裡很... 對稱喔 這些柱 難道它就是暗示我要在這裡建屋 但其實比起山洞 我更希望住在一個... 戶外的地方 也就是建一間小的屋 這樣 所以我應該不會用山洞 來做這個據點等等 這些是不是鐵 好像不是鐵 這樣子 鐵軟礦 喔,現在變成鐵軟礦 不是鐵 以前就是鐵礦 然後它燒的嘛 真的... 太遙遠了 我玩這個Minecraft 真的... 已經隔了很多袋了 好 好 好,順便我們呢 立刻升級 升級這個工具啦 因為立刻要做這個鐵礦 鐵礦 因為鐵礦都... 是不是這樣燒 對啊,OK 好,做到鐵礦 鐵礦都很重要 因為基本上就一定要有鐵礦 你才可以掘到鑽石 或者加速掘礦的一個速度 做完盾牌 基本上就OK了 有盾牌 就方便有怪獸 有些怪物來的話 就可以防止它們的進攻 好 OK 這裡我們可以收買了 然後我們繼續掘礦 今天這一集主要是掘礦為主 因為基本上大部分Minecraft時間 掘礦比較多 真的也可以 按道理 或者說 其實要按道理 得到 那就ids 做到 它真的有個 好,梅梅的方面已經掘了一套多,所以暫時可以不用掘梅 但我需要掘多些鐵,如果掘到的話就掘鑽石 但這個高度應該比較難,因為通常鑽石是要在比較低的層數才會見到 因為太高層就應該不會見到 這裡沒有任何礦,這是什麼礦? 這是銅礦,有什麼用呢? 不知道,但我們先收集吧 應該是一個新礦,對於這個銅礦有什麼用我完全不熟悉 基本上就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對面也有些礦坑,但它們都是屬於那些高山的地形 其實應該住在雪山這個地方不太好 因為一來很麻煩 因為一來它不斷落雪,整個地面就會變得白雪雪 我不太喜歡這麼白,我喜歡一些草原的地方 所以這裡絕對不會是我的起據點的地方 我可能會去一些草原,又或者是沙漠 沙漠也可以 沙漠可能要自己種樹比較麻煩 最好的選擇就是草原 有小兔子 小兔子其實我也不太知道它的生態究竟怎麼樣 咦,這個是... 那個是什麼來的? 嘩! 嘩,這個中雨石洞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地形 因為我對於這些自然生成的景觀不太熟悉 這個應該是雪屋之類的東西吧 好像挺有趣的 這個雪屋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我們看看 嘩! 嘩! 這裡還有一個礦洞 我們看看這個是什麼 這些是... 泥的 這些都是泥的 嘩! 這個... 這個還有床 暫時可以住在這裡 暫時... 這裡暫時的據點OK 我覺得 不錯 我覺得不錯 就... 做暫時的據點吧 這裡我想... 它的生成也挺有趣的 這裡已經完全是一個礦洞 可以掘下去 我們看看它下面有什麼 剛才旁邊也有一個大的... 大的坑在旁邊 先弄個... 火把 先弄個... 火把 這裡好像沒有什麼... 好像沒有人下去了 咦! 不是啊!這裡... 咦!這裡是一個... 水源來的 好像沒有地方走 這裡... 這裡沒有地方走 這個純粹是一個水的... 純粹是一個水源 沒什麼特別 好了!眼見已經天黑了 要回到這個雪洞裡睡覺了 這裡還有一些地毯 好! 甜美的夢 想不到我們第一集就已經可以... 睡在床上了 這個是一個很... 這個是一個奢侈來的 其實 有些怪在外面 OK! 來到第二天我們就下去... 嘩!這個... 這個樣子是現在的葫蘆弓箭獸 它跟之前的樣子不同 還是它是另一些物種來的 OK! 這裡... 是一個中雨洞還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們... 我的做法就是... 先開通這條河流先 通常開通這些河流就要安全一點 有些水嗎? 有啦!有水啦! 有啦!有水啦! 順便掘一下沙 其實沙都不是很容易有的 如果我在雪山的話 OK!暫時這樣先吧 嘩!這裡很危險 OK! 還有沒有什麼東西吃 剛剛我才看到 我剩下... 這些是什麼來的? 嘩! 這裡... 好多有什麼呢? 這些不會痛的吧? OK!OK! 我超痛的 射了一二...射了一戰 沒有了兩格血 這些是什麼來的? 終於射了這些 我可以弄這些礦物嗎? 好像... 好像... 不算說很有用的 這些礦物 我猜應該是用來做裝飾吧 我猜... 嘩! 我也聽到聲音了 我怕死了 怕死了 我們快點走 這個地方不宜久留 因為通常越黑暗的地方 越多怪 所以這裡絕對不可以逗留 要回去找些東西吃 但我好像在路途當中 都沒見過任何的... 任何的怪... 任何的一些東西吃 所以一些動物之類的東西 完全見不到 嘩!這裡有小兔子了 可不可以斬它? 可不可以走那麼快? 走去哪裡? 我覺得兔子應該是... 有兔肉 有兔肉 我以為沒有兔肉 我以為沒有兔肉 真的有兔肉 OK 那都OK了 但只有一塊? 一塊可以吃到什麼 真可憐 兔肉 我拿木蓋去燒掉 通常木蓋去燒掉 通常不會用 直至霸佔著這個... 雪地屋 雪屋 究竟還不會有多少 回到兩格而已 真可憐 很少 那些是不是羊來的? 那些是羊來的 還是紅? 那些是紅 好像會打我的 這些是吧 好像會打人 不要打他了 我怕怕的 我這個血量 有點怕怕的 在這裡種一下食物 我最喜歡就是種這些 鐵礦分這麼少 不過水然後弄個什麼呢? 拿個... 拿個鎖 去掘個地 這裡以防敵人的攻擊 我們就... 踏高一點 不要讓對手上來 然後就... 看看 哪裡適合種地呢? 嘩 那邊... 那邊... 因為融... 因為有融爐 所以燒... 融了冰 真奇怪 好 筆桶水吧 這裡弄個鐵桶出來 其實都可以在這裡種 直接 可以在這裡直接種 OKOK 應該不會有怪在上面跳下來吧 那我們把桶水筆過來 可以善用這些東西 然後就... 弄破這個 OK 然後就種... 咦!我沒有... 我竟然沒有... 沒有種子在上面 有了 一個小脈 但是... 但是它沒什麼 沒得做 沒得吃了直接一個小脈 因為它要弄麵包才可以 好 那就等慢慢 對... 等它慢慢 等種子慢慢長大 我就有麵包吃了 在這段期間 我就弄一些動物的肉來吃 唯有 Oh no 因為它太冷了 所以結了冰 這裡放火把 在這裡 等它不要結冰 好 好 這裡不斷撕一撕吧 這裡的泥 OK 不斷修正一下 這裡附近 然後... 主要都是掘礦為主 因為都沒有什麼可以做 太肚子了 又不可以出去探險 然後又怕死 現在鐵又不夠多 所以沒辦法 只能去到掘礦 現在 從這裡開始掘 它本身生成了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掘 好像會漏水 那就OK了 好 突然之間掘到這個地方 好像... 沒有什麼特別 純粹一個大的空間 這裡 應該是沒有特別的 我們可以繼續掘下去 好 好 這裡下面有些古怪 因為它... 有得... 潛下去 這裡是中雨石的底部 不要... 不要蓋著 有點危險 我感覺到 有點危險 我們不要這樣蓋著 就不會了 是啊 喜歡 你 televis鑽 在這裡 不用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